台中风源慈济宫拥有300年的历史 为了配合年底建教盛典 庙方就把庙门前的一对百年石雕龙柱 从原本的复古灰系上了彩色的彩漆 变成了彩色龙 但是不少民众看了认为 这根本是文姿浩劫 台中风源慈济宫庙前两根龙柱 右边的已经被漆上鲜艳色彩 另一边还在家庭赶工 但相比之下跟古色古香的庙宇风格 冲击视觉感官形成极大落差 三百年历史的慈济宫年底 将举办二十年一次的建教盛典 最近大兴土木进行庙内外彩绘 其中两根近百年的龙柱 走的是原本的石雕复古灰 龙鳞和龙嘴分别以白色红色装点 现在就变成橘色和绿蓝彩绘的彩色龙 被质疑已经失去原有的古籍风貌 网友也直呼快哭了 感觉很廉价 根本是文姿浩劫 古朴的历史感荡然无存 庙宇龙柱具具有支撑庙宇重量的功能 还意味着欢迎访客到来 更生一层意味着乾坤焦态繁衍后代 现在重新上期引发争议 闻使工作者担心可能严重伤害 施筑结构 庙方解采彩主要是为了保护龙柱 避免继续风化 全程都有经过委员会表决通过 对于外界批评虚心接纳 也会作为接下来的正收参考 接下来人见面台中 参观 对于外界批评虚心接纳 屻。 我天気扶行行去